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精彩 首次有四位一座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非常热闹 非常丰富 要带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市政建设 我们的观光发展 以及我们的民生实务问题 就是要让基隆更友善 基隆更美好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的副议长杨秀玉 大家好 我是七度选区的基隆市议员 也是基隆市议会的副议长杨秀玉 副议长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郭美秀 美业主持人小军 还有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相亲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中山区市议员郭美秀 美秀玉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仁爱区市议员曾继言 小军好 我们的杨副议长 以及我们的何淑碧何主席 包括我们的郭美秀议员 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仁爱区市议员曾继言 继言一座好 第四位是我们西区市议员何淑萍 小军 还有我们副议长 还有美秀议员 继言议员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一座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就是 检视一下我们地震后的基隆 来看看我们的都更有进展 我们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 然后直接在我们联合社区 住点开设那个都更办公室 直接的面对我们这边的住户 我们住户都非常的感谢 就是这次办公室的成立 的确给我们当地的居民觉得说 好像这件事情是有成功的希望 我的感觉是说 透过市政府这一次那么积极 让我们的住户大部分都有感 最近地震频传 大家都非常关心基隆市都更的问题 然而我们也要跟请中央帮忙 我们现在的海沙屋的奖励 容积的这个奖励远低于台北 是不适合这个基隆来做 这些都更奖励的 更何况基隆的房价 也比双北来的低 但是我们都会继续的努力 跟中央来争取 然后也透过都市计划 都市省议来增加基隆的一个都更的诱因 多更的这一件事情让民众非常的有感 地方的居民都一直说很不错 也看见我们基隆的地方需求 我们要请教纪言一座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零四零三这个花莲的强症以后 我想各县市都有一千多起的这个余症 我想在位于基隆市仁爱区的联宏社区 我想联合社区是一个八栋的建筑物 大概有两百八十几户 将近三百户的居民 我想在106年的时候 我们基隆市政府也有替联合联宏社区 来成立一个都更委员会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疫情的关系 大家可能都封闭在家里 没有办法出来接触 那在疫情后的这个时段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把这个 一个作业程序都把它延后了 延到后面 那我想这次零四零三的强症以后 那我想我们谢国粮 谢市长 也非常的注重我们基隆市 所有的居民的居住安全 那我想谢市长在 应该是在四月二十几号 四月三十号 四月三十号去办个会堪的时候 那我本人也有去 那当场的时候就是成立了一个 都更办公室 以及我们的都市更新委员会在里面 那我想联合社区 这个社区的都更发展 我想已经很久了 那我想这次如果基隆市政府来介入的话 那市长有说过 因为我们在李又昌林前市长那个时代的时候 可能一个都更科只有四位科 四位职员而已 那现在大概有二十几位 再加上市长非常注重 还有一些专业的团队 那进驻在我们联红社区 也成立一个都更的办公室 那我想在这边的话 要跟联红社区的观众朋友来 大家来讲一下 因为这次的都更 我想也是 应该是联红最后一次的职位了 那我想谢市长已经讲过了 那未来在都更的范围的话 他可能也要拜托我们中央的民意代表 能够跟我们的内政部营建署 来争取一下我们所有的奖励农机也好 以及我们基隆市政府的一些农机的转移 那我想成立办公室 但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要加快一些证照的审核 包括后来的一些居民的一些权益的问题 可能市政府这边要来加快 可以帮他们来节省一些时间 也节省一些工作的方向 然后来加快都更的这个脚步 那我想在基隆市这种都更案件 我想在这边有安乐区也有 那我们中正区的一个北屋新城 但是北屋新城它跟人家比较不一样 它农机有560 有560 那我们联红市就有320 那未来就是因为看看有没有海沙屋的农机 能够海沙屋的认定以后能够奖励一些农机 那这些农机有够大 然后建商能够进来 然后再开出最好的条件 来补助我们当地的居民 能够再搬迁的费用 以及到时候租屋的补贴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的流程 那市庸市政府如果能够插手来管这件事情 我想会加速我们联红社区的 都更这个发展会加速来完成 是 都更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也是保障民众居住的安全 而且希望突破这个是农机日天花板 真的就是要突破 除了这个农机日天花板要突破之外 还要来争取释放国有土地 我们要请教梅秀姐 谢谢 我认为国有土地是应该要释放出来 因为我们要都更 我们都更也面临很多私人土地 机关用地 还有国有土地跟占卜用地 这些都是影响整个 我们金融市的都更问题 延伸出来的问题 包括这次地震 我觉得包括那个土地 有的是国有土地 那因为地震而产生了一些变微楼 那是不是都要请专业的祭司 帮我们把所有的围楼 包括土地 你清楚应该是属于谁 应该要来管理的 那记得在95年的时候 我当时当里长 那时候在民国34年以前 有一个方案 就是国有土地它可以释放出来 然后它的期限是在104年 所以这个方案我觉得应该还是 已经二十几年了 应该要再重新 让这个国有土地 规划给民众 让年轻人能回乡 来创业 谢谢 真的 这是就是争取我们的国有土地 最主要就是可以吸引年轻人回乡 让年轻人居住在我们的出生地方 那说到这个 就是其实地方要美化这件事 老屋如何让他赋予新生命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秀玉副义长 他所打造的王美墙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即将搬迁到新的服务处 杨秀玉更发想利用新服务处外面的墙壁 特地请来有十多年经验的专业壁画达人胡勇伟 设计画出一幅漫画式的王美墙 行销七堵区的美景和美食 就是以秀玉姐亲心又亲切 活力十足的那个形象 然后来设计出这个人物这样子 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一个这面墙 让来七堵玩的那个民众都可以知道说 七堵有那么好吃的营养生命质跟咖喱面 从化膜到上色都不简单 我们这颜料的堆叠的话 就至少都是三层以上 对 然后甚至是有时候是会很厚土颜料在上面 我当时就在发想说 是不是可以把它注入新生命 就是在这道墙画上所谓的七堵的意象 怎么样把基隆的这个人文 包括七堵区的人文 整个就是推广出去 我觉得这个是市政府 我们政府必须要去做这一块 真的就是何美丽让基隆完全不一样 要请教我们的秀宇姐秀宇 我想彩绘一直都是我非常有兴趣的 我想刚刚我们提到说 刚刚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两位议员提到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检视地震后的基隆 围老住户 围老围老 包括这个所谓的海沙屋 我想这个都是目前来讲算是非常迫切 也是跟时间在赛跑 尤其是针对这次的这个 4月3号的这个强震之后 其实我们很多民众都非常的担心 因为这个大自然的力量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 它什么时候会发生 所以我刚刚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都市更新 这个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 那我一直对于是说 一个政府的一个政策 它有所谓的一些短中长期 但我们刚刚讲到说 中长期就是所谓的这个重化也好 或是都市更新 就是在讲这个融机奖 就是我们的融机奖励这个部分 就是要释放给我们的乡亲给人民 为什么我们这个就是 国父曾经讲过说 人尽其才地尽其利 什么叫地尽其利 就是地尽其利民 所以政府不能够跟老百姓计较 我们的所谓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福祉 应该是要给相亲 所以刚刚才提到说都市更新 这个融机奖励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都知道说 就是家是我们 安身利民的一个地方 针对这次的强症 我们都真的是 每天都是非常担心 尤其这次强症之后 可以说非常多的余症 我常常都觉得真的是头晕 对好像都在咬 真的是蛮恐怖的 所以我觉得说 未来在这个融机奖励 这个区块 一定要释放 要加紧脚步来做 这个是针对中长期 而且政府不能只是 直上财民 要很落实的去执行 政府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执行力 你的执行力有没有出来 有没有真正的去执行 最后就是完成 给我们的乡亲了解 那刚刚提到说彩绘这个部分 是我针对 因为我们都在生活嘛 我们每天都在生活 就是一个ING 就是一个现在进行的一个生活层面 以短中长期来讲 就是老旧民宅 老旧民宅你还是要 所谓的要让它活化嘛 所以我这一次就是我 因为我服务处搬迁到 也是在我的服务处的鞋对面 巷弄的鞋对面 那因为那一件事老旧民宅 那我就发想说 我怎么样注入 我们地方的一个地方人文 就是由我 还有由我们相亲来拍照 一起来集这个 应该说集气这个力量 一起来把我们自己的城市 由我们的相亲 由民众 一起来行销自己的城市 所以我把我的这个 就墙面 刚好有一面墙面 我就把这个地方的人文 整个注入进去就彩绘 让它美化 也让整个巷弄变干净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讲说 心理学这个小花理论 从小花理论 怎么样把这个破窗效应 整个慢慢的 让它整个就是说 不见了 因为我们知道 你要举例啊 你不是说开始捡垃圾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子 我讲我自己的一个案例 就是因为这一次 就是因为我彩绘墙嘛 后来我真的是自己 自己去捡垃圾 本来我们的巷弄是淹地啊 还有包括那个什么 淹河啦 卫生质啦 什么铝灌一堆 非常的脏 我这样子整个整理了一个多月 包括我们整个巷弄的这些作物 都一起动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巷弄要集合相亲的力量 一起来打造 就是所谓的巡逻 管理 就是任养嘛 自己任养自己的巷弄 或是自己的这个道路 自己来 自己来就是美化自己的程度 这就是正向循环 对对正向循环 对对就是要由自身做起嘛 你先去自身做起 影响相亲觉得 这里变美了耶 那我这样子乱丢垃圾 会破坏这里的这个整个环境 对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要从自身做起 也不要计较 有很多人说 你干嘛叫垃圾 我现在不是副议长 我现在不是议员 我现在是志工 因为24小时里面 我并不是都是副议长 不是议员 我也是妈妈 也是孩子的这个孩子妈妈 也是公公婆的媳妇 老公的老婆嘛 所以我们身份 有时候就是你要穿插 我觉得这样子 你才会把这个自己的整个 你自己该做的什么事情 你一个会有一个逻辑性 我觉得这个这个蛮重要的 是真的 就是从自身做起 让我们的家园变美丽 那当然我们的田辽河畔 也有很多老旧房舍 我们的淑品姐淑品艺座也是争取 对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一直听到八六公寓 那跟大家报告 它是在东明路 它算是田辽河的一个回船池盘 然后它之前是这个警察宿舍 那它现在就是 等于说现在还有一些眷属 还有艺术家在那边进驻 那因为这次的4月3号的地震之后 它的瓷砖也是剥落 然后就等于说他们的住户就是同意 同意就是把它的一些那个 铁窗啊 扶锈的一些东西拆掉之后 它同意就是说让我们来彩绘 这也是淑品在议会一直在争取的 因为我们基隆多雨 那大楼都很多都是充斥的雨制 那时候就一直 灰灰的 对灰灰的 或者是一条痕一条痕的 那时候本来是有说 就是市长啊或者是中央 能够补助我们粉刷啦 所以说那时候就一直争取 然后就有我们第一个 就是正兵雨港的彩绘 对 那现在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都发处 在今年度编列了570万 那因为这个 这个86公寓的住户它同意 所以我们就会 从这里来开始就是把它来做那个彩绘 所以说我们现在先阴架 那可是它的立面 他们现在设计稿是先立面 我就跟他说 那你这样子立面这边做了之后 那你侧面呢 人家会觉得说你这做啊 你怎样也没做 所以说我一并跟这个都发处长争取 就是说这边做了之后 这一面也要加入 旁边也要 对把它加入彩绘 然后这里就是这个施工前 施工前是属于这样子脏脏的 灰灰的 对对对 然后之后 它或许它的色彩 没有像正兵雨港的彩虹屋 这么colorful 可是因为我们编列 113年编列570万 是针对7区 就是各区 像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区长跟里长 来提供说 86公寓是属于我们警察宿舍 公家的 然后先来做示范 那 今年3月 中正区的圆明馆也完成彩绘 那我们这里是属于第二个 所以说陆陆续续其他区 也会加入这个行列 希望能够对我们基隆市的一个 老旧房屋 有一个新气象 有个新风貌 是 这个让民众很有感 就是有新气象 新风貌 另外还有让民众很有感 就是当你遇到停电的时候 我们的基岩宇座 即将要争取我们的红绿灯不断电系统 我想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中央 中央的政府 对于能源政策错误的观念 还是没有改变 那我想最近工总的那个理事长也有说过 他也希望说我们中央政府 我们赖副总统散了以后 能够来继续来恢复核电 那我想中央的能源政策再不改的话 我想地方自治要有所来配套的改变 那我想我在这边也是对我们的交通处来争取 UBS的不断电的交通耗制 那为什么要争取这个 那我想因为中央大家都知道像桃园 各地都有不定时的大停电 那一停电以后我想不只是民生 民生的造成困难 那可能对于在交通也是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因为你断电以后可能所有的大的路口 重要的路口一些红绿灯交通耗制 可能就暂时就没办法使用 那没办法使用的话 那可能在这个短时间的话 会造成交通大的阻塞 那如果遇到下班时间的话 那更恐怖了 那可能要回家可能要好几个小时 那在这段时间你要去调配交通警察也好 交通我们的疫警也好 我们的那个巡守疫警 疫交也好 那可能这段时间你要去调配的话 那可能没办法立即来改善 那我在这边我也是希望我们市政府交通处这边 能够来仿造一下参考一下我们外线市 包括我们高雄市也好 他们都有UBS不断电的系统 我想UBS不断电系统 交通耗制不断电系统 它对于未来能够改善我们基隆市的 如果遇到大停电的话 遇到能源的问题的话 那可以解除我们很多交通的问题 那希望还是希望说如果能够备而不动 那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中央的能源政策 还是没有改变的话 我想再过没多久 可能各县市都会发生大条件 真的就是要保障民众的安全 这个交通顺畅很重要 说到这个交通顺畅 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美秀姐 她在市议会提出了一个解决市区塞车的办法 郭美秀也建议市政府应该要规划 新建跨基隆港的东西岸跨海大桥 对于发展基隆市港的交通和观光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如何将不可能的任务成为可能 东西岸跨海大桥它能带来哪些发展呢 你看我们现有的到 现有如果从西岸到东岸要四五分钟 然后它的长度是638公尺 那我们如果做了跨海大桥呢 它可以节省我们车辆的分流 距离的缩短 包括时间也缩短了 我做了这个跨海大桥的话 它总长才252公尺 整整可以节省386公尺 那这个效益那么大 为什么我们不想去做呢 这个真的我们基隆市的涌塞问题很严重 像每次我们办大型活动 你看餐料好的两边都是大塞车 市中心也大塞车 然后垃圾塞车都是大问题 那大问题甚至于要经过东西岸 本来是四五分钟就可以过去的一件事 结果要拖半个小时塞车 塞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 你看如果我们跨海大桥 在盆湾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开桥秀 然后在桥上我们可以放烟火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我相信如果我们大力大家团结起来 我想这应该也是可能的任务 因为你比照我们社寮桥来讲 社寮桥它本身是250公尺 那我们这个东西一样跨海大桥252 整整就差两公尺而已 那它的效益你看 如果我们市中心这一座大桥 如果把它完成了 那一定可以解决我们基隆市中心 十几年的痛都一直大打结嘛 包括办活动 包括上下班 都是我们市民的一个痛 所以说这个案子我在任务 一定会一直去推 甚至我也请教过很多前辈 他们跟我讲说 城乡的工法 他们也可以用助墩的平台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用桥 跨海大桥 它也可以直接从海洋广场一直延伸 出去到桥的那个位置 它不会影响到邮轮的进出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那边定期办活动 甚至于串联我们东西岸 例如说你要往滨海路线 然后由东而西是往北海路线 这是整个串联起来的 包括我们的脚踏车步道 都可以借用这座桥来规划 这是我本人认为应该可行的一个方式 是 这就是改善我们的交通 而且还可以增进我们的观光发展 对 而说到这个让民众很有感的就是 我们的开放性社区的道路破损 我们要请教美秀姐 这个也是我们长年来一个Tone 整个开放式的社区 不见得基隆市全部都是封闭式的社区 有的是开放的 像大庆 像德安里那边 全民一家 那全部都是开放式的 那因为开放式社区而没办法去铺路 这是真的很危险 像那天富都就 富都也是 那因为它高地用水 然后刚好路都还没铺 结果就有民众摔倒了 对 我们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情形 那如何预防 也是市政府大家共同应该努力的 因为每个民众都有缴税 它应有的安全 行的安全 路平这个权益 我们应该都要深思 如何去解套 让开放式的社区也能够去铺这个柏油路 让民众能有一个安全的路回家 真的 其实基隆市已经有成功的案例 我们要请教紀元一座 也是大力争取的人 我想对于这种非封闭型的社区的道路 我想在第18届的时候 他本人在担任议员的时候 也有争取到 就是我们现在的光华 以前的光华国宅 现在光华大厦 一山三巷 这个就是非封闭型的道路 我想大家都知道 路平灯料沟要通 这是作为一个地方的首长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 我想在刚才光华美秀议员有讲过了 其实基隆市有很多非封闭型的社区 那非封闭型的社区 所以他本来道路就是开放让一般的人 一般的陆路人来使用 那使用的话我想这个 如果有破损也好 规裂也好 甚至陆基的塌陷的话 我想这个都应该由基隆市政府来规划 那在这边的话 我也是希望说我们基隆市政府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对于公务处 洋务工程各这些道路 活油路的泡铺 的预算要多一点 为什么要多一点 因为你要照顾到七个行政区 那照顾到七个行政区的话 如果你不常常去维修它的话 我想基隆市是常下雨 常下雨的话 有些是在山坡地的社区的话 它很快的路基就已经 下面路基已经流失了 就在掏空以后就开始了 又造成一个困难 那我想这个地方的话 基隆市政府非常要加强这个区块 真的就是要加强这个区块 而且还要让我们的铺路 铺路材质要好好的检视一下 美秀姐其实有提到说 要把铺路材质弄到最好 这样子减少维修的成本 这两年来我发现 不知道是地球暖化的关系 还是什么因素 我们也一直在探讨 因为最近常看到路面上会隆起 而造成民众骑机车摔倒 这案件国别也有了 还有就是下限 还有归列很多 包括重型的车 包括我们中山一二路 这是示范道路 可是货柜车还是照样在那边行驶 那导致于在红绿灯停驶的地方 都下限 这都应该要考虑 我也到外縣市甚至其他国家看了 他们的材质好像有比较硬 那我们跟公务处这边也在研讨说 如果在施工的话 是不是要把硬度加深 它的帕数加高 这样子让民众能有一个很入贫 你不要说 大家要用下去而已 水果凹掉了 水果因为基隆经常都好 常常这样也不是办法 所以不如就是一次把它做好 不要每天在那边羞羞哺哺哺 这样对民众不是好吗 交通建设真的民众很有感 而且交通规划也要做得很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副议长 其他议会的时候 有提出市府编列了这个3500万元 成立了基捷专案的办公室 其实回馈到地方 就是要打造七堵区成为不一样 我们快来看看 为了因应基隆捷运第一阶段工程综合规划预定在今年底核定 基隆市政府编列整合3500万元委办费 将在明年正式成立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 南港到未来的基隆 这整个他都要进行一个协助 但是我们里面有特别提到现阶段 因为明年度一个捷运第一阶就要核定 所以我们先针对我们基隆市境内的五站 包括刚刚特别提到的我们八堵七堵 六堵百福 以及北五堵这五站的一个场站的周遭 我们的整个交通的设施 我们要先来做一个配合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更希望 未来经由基隆捷运 可以把七堵区打造成为基隆市的信义计划区 北五堵据我所了解 本席所了解 它有大概70%以上是私人土地 就刚刚我们这个议会同仁在提到说 未来的这个土地的取得 我们跟这个中央内政部营建署 这边到底我们的整个 整个措取的过程到底怎么样了 我觉得这个土地的取得才是最重要的 所谓的这些土地取得的问题 我想重赏之下必有永不满 我们未来是不是七堵的七堵 就像类似台北市信义计划区 另外一个新的市政 真的大家都很期待在七堵区 我们要请教布医长 讲到市府这一次编列这3500万元 成立这个基隆捷运这个专办公室 那我们也都非常的期待 那这个基隆捷运真的 我从政9年多来 也讲了9年多了 那我也希望说 在谢市府的一个就是带领之下 希望不要是纸上谈兵 希望说真的是落实 那我也相信谢市长一定会真正落实 当然我也希望说 这个基隆捷运不要再继续内耗下去 因为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政党 你是民众党 国民党 民进党 都是为乡亲为人民 绝对不要有所谓的 我是中央是这个是什么党 民进党不同政党 我们因为这样子 而没有把基隆捷运成型的话 就非常的可惜 所以这一次这一笔3500万元 这一笔预算 刚刚提到的那个主任提到说 其实在那个许前市长许财力 他是欺毒人 其实他是满有这个动毒先机的一个概念 当时就是他提到说 要把基隆的欺毒打造成富都心 那后来是我们的就是前市府 他那时候可能认为欺毒是 不是这么的看好 那我觉得说 就是刚刚在提到说 打造这个欺毒成为这个 就是像类似台北市这个信义计划区 为什么能够打造成欺毒 就是像信义计划区 因为欺毒他锦临双北嘛 最重要是他的腹地非常的大 那刚刚提到说 我们基隆捷运整个路廊沿路的话 可能会卡到失人土地 所以我们未来希望说 能够朝着这个所谓的就是共构 共构包括这个整个虫化 刚刚就提到说 重赏之下必有勇富嘛 所以我们在就是未来这个整个就是内政部 包括中央这边怎么样去 我们地方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局处 比如说像这个都发处也好 还有包括交通处跨局处 我们一定要跟中央要好好的针对这个基隆捷运 一定要好好的坐下来沟通 也不要所谓的政党的这个 就是因为政党的关系 可能又把这一个案子 可能又因为这样 又可能浪费了几年的话 就非常的可惜 不要最后都是 让我们觉得都是思想政策 我要的是行动政策 不是直商谈 就交给专业人来做 对 我也希望说真的 我一直为什么我是清明党 全国只有剩下五个清明党 因为我非常喜欢宋主席 因为我觉得宋主席就是一个 有执行力的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领导 就是应该算是 他当过台湾省长嘛 算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领导者 所以我的作风 我也是在魏敏夫也是讲求效率 也是务实 要把事情解决 我常常就觉得说 民意代表在做什么 就是当相亲丢一个题目给我的时候 我要帮他写这个题目的答案 帮他解决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怎么帮他完成 我觉得这个名义代表 是要学习这一块 怎么样把民众的请托 我帮他把答案写出来 我觉得你要考验自己 就是你的能力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要解决民众的问题 要带大家来看看 民众到中正公园打球被开单 为什么呢 那我们的异作又怎么样来帮忙解决呢 中正公园 篮球场 不管是白天或者夜晚 都有民众来打球运动 不过周边机车停车位不足 让不少运动民众 因为违规停车而受到罚单 相当困扰 大家都遇到就是停车的问题 停车问题 停车位置比较少 特地来办理惠刊 寻找几个就是可以停放机车的地点 让大家来使用 一个就是使机馆就职的一个广场 然后跟公园管理客商量的结果 就是说他开放大概两个这个花圃的中间 让我们机车骑士能够停放 后续我们会评估 然后来作为一个示范区域 那届时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个公告 这真的很需要 民众很有感 结果现在进度怎么样 来请教淑萍姐 好的 我大概是1月10号办理的会刊 那为了这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篮球场 有很多的人会去那边打球 那就是也有一些赛事比赛 那甚至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议会对面的 一个儿童游戏游戏区也快要好了 所以说那里真的很需要停车位 所以我才会去办理会刊 而且真的被开单的人也很无奈 你是不是卡收到 然后其实我们也是担心他的安全 你说那个红单的问题 我们来寻找停车位给你们停 那所以说我们去找到使机馆 使机馆这边就是从路口从这边进去 然后他在两个就是两个蹲之间 他会规放机车停车位 那1月份会刊到今天 我那天去还没开还没做好 所以说再请工业管理课再加把镜 那赶快开放一下 不然暑假又要到了 就是把我们之前1月份的会刊 然后所说的那个动线 所要让我们停机车的部分 赶快标示出来 让我们去打球的民众 不再收到这个 红单 是 真的很重要 因为就是收红单真的很讨厌 但是又不是不去停市 就是没有机车停车 可是我们也是让他们注意安全 对 也是要注意安全 就是要解决这个停车问题 是 其实有很多方法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计言益座 我想对于基隆市 我想基隆市 光是仁爱区也好 各区各行政区也好 我想都是属于 应该都三波地比较多 那基隆市就是三波地 就是半百分之九十几 那我想在基隆市的话 一味难求 我想这是 其实这个现象的话 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为到假日的时候 你看停车 停车也好 所有的停车场 幸乐停车场 博爱停车场 包括通汉停车场 都是大牌常常在停车 对不对 那我想解决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在这边 我大概有一个想法 来建议我们基隆市的交通处 就对于我们的行政 行政大楼 包括我们的各区公所 前面的一个机车停车格 那机车停车格 可能在上班时间的话 我大概看过 上班时间的话 可能就是 机车来洽工也好 所有来上班的这些 民众也好 上班的人员也好 他们都会把机车都停满了 那到五点半 还是五点下班以后 这机车停车可能就是空的 那我想是 机车停车空的话 那我想在这边建议 我们交通处来研议一下 来改善一下这个停车 就是建议说 把这个机车停车 把它变成一个 汽机车停车可能有时段性的 比如说在上班的时段 就是来停机车 那下班的时段 就可以提供民众 来停一些停汽车 我想这样子的话 可能会小小的改善一些 停车的问题 以上 是就是改善停车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民众很有感的 就是我们的等车的空间 我们一块来看看 我们的老旧公车亭 在七堵区邮局前面 渴望翻新 位在七堵区民的一路 和自治街口的七堵邮局前面 有一座老旧的公车后车亭 不但秀实严重 椅子还是长木板座椅 由于这里已经成为 七堵区中心最热闹的地方 因此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杨秀玉特地邀及市政府 交通处长王震宏 以及相关局处 区公所和七堵邮局人员 一起会刊 将争取经费 或是由民间任养新建 设置兼具美观 又可以遮风遮阳避雨 全新的公车后车亭 方便民众搭乘公车 现在随着高龄化的一个社会来临 老人 他们的这个就是年纪大了吧 他骨头比较不好 我觉得就是要给他一个 舒适的一个就是环境很重要 谢市长上任以后 那积极推动我们全基隆市的 后车亭的改建 以及引进我们民间公共协议的部分 透过民间的企业来 任养我们后车亭 那属于我们跟民间一个合作 我还要请教我们的秀玉姐秀玉副议长 现在目前的情况 七毒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很多 其实我发现到说 那个七毒邮局那一座 那一座的那个公车亭真的非常老 久真的可以说是老太隆中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整个公共设施 当成是一个它是有生命的 就像人一样把它妮容化 所以我觉得说它也算是一个弱势者 必须要由我们人类 帮它美化 帮它改变造型 甚至于帮它整形 所以我就是当时看到 因为那个地方是人流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 我们知道七毒有一个 后面就刚好是我们的七毒男性市场 男性市场的这个人流 可以说甚至是全基隆市 最大的这个传统市场 它来自于这个瑞芳心 那个双溪 平溪 包括汐止 金山万里 很多的民众都来这边采买 所以我们那边的人流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发现到说 有很多老人在那边等候车 真的环境非常不佳 所以我就去跟市府跟交通处 包括去跟我们邱副市长建议 其实我从以前就跟市府建议过 那时候前草 应该说我们前草 我就曾经跟江湾局所长就提过这个 就是企业任养共种打造美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取之社会回馈地方嘛 其实也可以提升这个企业形象 那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企业 他们有机会来回馈我们地方 我觉得这个未来的这个 不管是外县市也要 我们基隆市现在目前 应该是算是全省各县市 台湾应该基隆市是算 谢市长是第一个 打造找企业任养 共同打造自己的城市的美好 是 就是找外援来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对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干净家园这一件事情 所以是要争取这个公共设施的巡逻源 你刚刚讲到的干净家园 我一直很概念说 市长现在就是环保局在讲说 干净家园干净家园 干净家园 其实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要从细微处建立 就我刚刚跟这个主持人 还有我们这些同仁在讲说 小花理论概念 就像我用这个 我的新的服务处的外厂 本来是一个老旧民宅 那我把它美化之后 注入了新生命 注入了新生命 它也变成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 那也可以置入性行销 自己的城市的美好 每个城市每个城市每一个区 都有它的地方人文 怎么样把这个地方人文 告诉我们外县市也好 包括告诉我们的这些年轻人 当时的时空被爷爷奶奶 或是我的爸爸妈妈 在我的他们那个年代的时空背景 他们的故事是什么 他们的主题是什么 就像我们常常到国外去旅游 或者是我们到各县市去这个游览 那我们到各县市是什么 就是人文嘛 地方的人文嘛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 刚刚才提到说 市长现在也有编列这个 所谓的这个彩绘城市的这个 这笔预算嘛 怎么样把在地的地方人文 把它行销出去 因为这个是其他县市 也是其他区 它无法取代也无法去模仿的 我觉得未来就是在这一块 要注入新生命 我相信也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说 当年的这个时空背景 我的爷爷奶奶 我的阿公阿嬷 那个年代的这个时空背景的 一些故事跟主题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困难 很简单 多用点心去观察 我相信基隆的美好 是其他县市无法取代的 我相信有很多外县市 包括外国人他想来了解 到底基隆是什么样的地方 这里有什么故事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基隆 就是市政府 他们必须要去加强的部分 是 就是让基隆越来越好 我们也要来关注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很重要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这是我们的异作 争取学校的那个选手级的地点 曾经是信义国小桌球校 对出身的基隆市议员何淑萍 特地争取80万元 为暖暖区地内国小桌球训练场地 铺设比赛专用的地点以及树木楼梯 帮助发展桌球重点学校 近年来比赛成绩更是非常出色的 地内国小桌球队更好更强 希望培育出下一位的台湾桌球之光 我特别争取了经费 争取了更换他们所有的地点 是这个国际比赛用的地点 希望小朋友能够在一个非常专业的地点上面 学习更好 何淑萍不分区争取经费 协助发展桌球运动 这也让身兼机动室桌球委员会主委的市议员 曾经岩和校方由衷感谢和肯定 我想这个地面布设以后 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的运动选手来说的话 他们在运动方面的话 会比较不会受伤 然后膝盖比较不会受伤 然后再来对他们以后的练节环境都有所改善 对孩子训练除了有帮助以外 他又可以像刚刚主委讲的 能够孩子不容易受伤 所以我想说真的 在这边代表全校的师生跟家长 感谢我们何淑萍和医员 曾经岩 曾主委 真的桌球在基隆真的很盛行 我们这里有第一名的我们的季岩益座 超厉害 益座 谢谢 那我想也是要感谢一下我们何淑萍医员 那何淑萍医员他非常注重这个国小的桌球 这个培训的这个环境 然后争取来那个店内国小 桌球队来那个专业的地点 那我想专业地点最重要的是 因为桌球它比较激烈一点 那可能跳动的话膝盖会受伤 那由专业的地点它来缓冲的话 比较不会造成那个膝盖的瘦伤 那桌球的话我想也是基隆市最好的球类运动 那因为基隆市也是一个多余的城市 那如果你要打个羽毛球也好 打个篮球也好 那除非你真的第一点你要有 要有那个什么要有那个场所 那场所的话我想限制也蛮多的 那桌球的话很简单 在各礼民会堂也好 然后学校的推广也好 都很简单很简单 一张桌子两个人 然后带个球牌就可以打了 那我想这边真的要感谢何淑品何主席 那各位能够来注重一下桌球的比赛 那我想基隆市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桌球运动 那常常看到一些长者也好 年轻人也好 一些学校的小选手也好 看他们在打我就很高兴 那我也希望说这个桌球 这个运动项目 能够慢慢地由我们地方 慢慢地一直推广上去 然后也希望说我们基隆市 能够产生一些新的选手 新的一些国手 这样子以上 是 就是把设备打造好 就会培育很多的运动员出现 但我们知道淑品姐 其实有一直在铺设这些硬体设备 是 像我自己本身以前是新一国小的校队 那因为后来就以前的家长 对小孩的期望会比较高 就是会在这个升学跟体育方面 就会做一个折衣 这也是算没有继续像我们甄继言真主委 他是桌球委员会的主委 他带领我们基隆市医会 这个成为我们基隆之光 单打 双打 团体 三冠王 通通冠军 对对对 所以说我希望能够从小扎根 然后在我们国小 让培育出更多的台湾之光 所以说首先我就是在这个 地内国小就是先铺设 就是比赛专用的地点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外面的这个 做枕幕楼梯 让小朋友能够在专业的一个地点上面 膝盖不会受伤 然后就是能够专心的来 来准备比赛 那现在是先由这个定内国小先铺设 那现在今年我也是预计在这个东信国小 也是用同样的地点 然后顺便 因为基隆潮湿多余大概有臂癌 然后顺便帮他们彩绘他们的这个墙壁 让他们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之下 能够练习 然后赢得更好的成绩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也顺便也要感谢我们谢国良 谢市长 因为今年初大概2月的时候 那个有那个大专碑女兰UBA的这个来找我 他们就是说像我们这个有提市立体育馆这么好的场地 却有什么很多的设备不足 像那个发电机不知道放哪里 因为你发电机一放下去之后 就影响到左邻右舍 所以说我在我们的七八次临时会 我就有提案 我总共提了就是针对这个市立体育馆 他的七八项缺失 那也要非常感谢我们谢国良 谢市长他就跟中央来争取 我们自筹跟中央总共4千万 将来改善我们这个市立体育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大专碑女兰赛在我们基隆 还有4月份超级篮球联赛 还有前两天的这个5月4号的全国武艺展演 也都在这边 甚至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圣诞晚会 也是在那边 所以说期待这4千万对于我们市立体育馆的改善 能够让我们市民朋友有一个崭新的一个空间 是 就是要崭新的空间 同样另外 6月1号 全民运动会就是在地内国小 桌球的项目 因为他有专门的那个国手级的地点 所以他就是选在地内国小 太棒了太棒 全民运动会桌球的项目 所以选手有福了 可以在那么好的一个场地里面来进行比赛 那说到这个 就要看一下我们的出生率真的是 太低了 越来越低了 我们一块来看看 我们的淑萍亦坐在市长施政总质询上提出的建议 金融市议员何淑萍首先肯定金融市政府计划 推出的幸运有爱专车 对孕妇产检更加便利 不过面对金融市结婚率与出生率过低 何淑萍除了建议金融市政府多举办未婚联谊活动 更呼吁将每胎生育补助津贴从2万元提高到3万元 现在结婚率出生率都是全台倒数第一 是不是有一些幼婴可以让大家愿意来尝试 来就是说来鼓励他们多生小孩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伦表示金融市相关补助与双北比起来的确不足 季市府会先对相关经费初步估算 言以如何落实 就是我们具体把这个经费多少 我们做一个初步的概算 不过我刚刚自己了解了一下 大概算了一下 其实讲真的 妇女同胞会不会因为 或者小家庭会不会因为我们给她这个生育今天 她就多生一个 其实不见得 因为生育是一辈子的事情 但我觉得给予适当的鼓励 我觉得是有必要 所以立新我觉得大方向我们是支持 何淑平议员的观点 基本上这三样我们都支持 那我们具体来看看如何落实 然后再来跟您以及市民朋友报告 不过也谢谢您提了这个方向 之前有想 真的要请教我们的淑平益作 真的 我们除了 以前都说我们基隆市有三高 可是我现在发现有另外的 这个 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结婚 结婚率低 我现在是要说三低 结婚率低 然后出生率也低 然后现在 这个我们男女交往联谊的次数也低 所以说我们希望从这个 男女的这个联谊 就是府会的这些联谊活动多办一点 然后再来结婚率充高 然后再来这个我们的一个一些福利 让这些年轻人想要生小孩 所以说我才会跟市长来建议 那其实那时候也是要非常感谢张峰鸿 张市长 那时候我们的这个 那个补助金只有1万块 那时候调2万块 你看已经几年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2万块 对啊 所以我就跟现在谢国良 谢市长 尤其我们现在基隆市的人口又跌破36万 所以说现在35万多 所以说希望能够鼓励一些年轻朋友 能够多生小孩 所以说我那时候是建议市长 能够就是说生育补助费能够提高到3万 然后现在就是说 那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个孕妇 这个一人受惠全家有感 一人受惠全家有感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你这个怀孕的人 他要去产检嘛 你他骑个摩托车也不方便 基隆又多余 所以说请他编列就是产检的一个费用 我们基本上我们产检是14次 然后编列一次是150 那我就我又又跟市长讲 那产检有了 那有的时候前三个月不显度啊 那你如果说这个次数用不完 是不是我那天只是跟市长讲说 是不是可以延长到小baby 去打这个新生儿注射疫苗 因为以前是小孩子在肚子里啊 那现在小孩子生出来了出门 现在也是大包小包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延长新生儿打疫苗的一个车资 那非常感谢市长 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是允诺了 不仅是从我们这个补助 我们14次的一个车资 然后150、4200 再加上我们现在新生儿的疫苗 大概12次 150、1800 所以说你现在孕妇只要拿着你的妈妈手册 到我们驱公所去 我们社会科的复旧科 你就可以直接划6000块 划到你的账户里面去了 不用考虑说你还要叫什么车队或是什么 现在市政府的效率真的非常棒 让你能够非常简易的就能享受到福利 那6000块车资就入贷 入贷 可是你要符合基隆市民的一个基本的需求 你必须你的户籍 还有就是你的居住的时间 还有你确定是孕妇 你不要有这种 我们帮你争取到这么好的福利金 不要有那种诈骗的心怀 所以说你看当基隆市民是不是很幸福 我相信这个幸福不仅是只有一种而已 我跟大家卖个小关子 因为我们这个市长他会有惊喜给我们孕妇 因为他好像会给我们一个好孕成山 我现在讲的是第一个利多 因为我本来还有跟市长争取就是坐月子的信贴 那个市长可能就会跟社会处他们可能就会研究 是用什么方式来 因为我第一个小朋友是在坐月子中心嘛 那第二个就是庄熟奇博士料理来请我代言 所以说你看我 所以说我小孩生了二十几年 我还一直记得谁帮我坐月子 那市长你帮他坐月子 那一家人都念你一辈子了 谢市长帮我做月来 所以说这个是因为孕妇的孕期是一定的 所以说你抓出来的预算是可算的 所以说他在预算方面可受惠人口是我们抓的是一千四 所以说我们用很少的一个预算能够让一人受惠全家有感 这个福利真的是非常的棒 哇真的好期待喔 听说之后还会有更完整的好运成山 所以说这个消息就由我们社会处再来跟大家公布 所以说我先跟大家讲 先透露这个投资 因为我争取的 六千块 对我争取的市长允诺了 所以说我非常开心先跟大家透露 那好运就要成山 所以说这个消息就由我们社会处来跟大家来公布 真的耶今天好多报喜的好消息啊 剩下最后三分钟我们要请四位一座来跟大家做最后的总结 我们先请纪言一座 我想这样子我大概总结一下 我大概讲一个小小的意见 那我对何淑平何医院讲的这个我非常赞成 因为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大家都知道最近基隆市又有一间高职中学又要起登了 那我想少子的话可能会造成社会上很多冲击 包括一些幼儿园也好 一些国民小学也好 一些中学要都招不到学生了 都招不到学生了 这非常严重 那我也是真的赞成我们基隆市政府 对于这种催生也好 鼓励生育也好 然后一定要来加强这个动作 加强这个福利的政策 那谢市长我想在谢市长在上任以后 对于这些新手妈妈要带小朋友去哪里 我想大家都知道 她在美医区都要成立一个幼儿园 我想这个幼儿园也会带来 替我们这些新手妈妈带来一些很好的好处 为什么 因为真的啦 多余的城市你要带去哪里都不方便 在基隆市的话 如果每个乐园都有主题在的话 我想七个区 你玩透了以后 我想你的小朋友也长大了 是我们剩两分钟喔 裴秀姐 我希望说我们来推动就是整个一日游二日游 包括一日券二日券 把我们的观光带到成为我们基隆市的一个观光的城市 也是一个像卢同刚和淑平议员讲的 变成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城市 就是要打造幸福城市 我们请教副议长 那我也是跟他们差不多一样 我希望说这个 还是打造一个干净家喻 从自身做起 然后就是我们的老旧城市 我们的老旧墙面 一定要让他注入新生命 注入地方的人文 让更多城市更多这个外县市的人 知道说基隆的美好 是 就是要让基隆更美好 最后我们要请教淑平一座 市长 谢市长上任之后 对于老人小孩的一些福利都做得很好 希望能够做到一个有爱的城市 那希望他在公共建设也迅速的加强 然后像我们基隆有很多非常好的景点 像七独 中正区 像我们信义区也是 然后像现在他们中山区最火红的就是一日双塔 让我们不如有半日游 一日游 两日游 让大家都很喜欢来我们基隆 让我们基隆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 是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四位艺座 来到我们民意交响曲的节目现场 带我们倾听地方的声音 为基隆争取最大的福利 让基隆变得更友善更美好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拜拜